主料,高筋面粉270克,辅料,白砂糖40克,鸡蛋40克,黄油25克,盐2克,奶粉14克,酵母4克,水165克,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1到2小时,准备好材料,出黄油碗,倒入搅拌器里面,抵当和面40分钟,直至面团可以拉出薄膜, 加入黄油,继续和面,10分钟钟后,面团扯开后,不会断裂,再和面10分钟,可以拉出再薄一些的膜,在10分钟后可以拉出很薄的膜来,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面团整理好后,盖上保鲜膜,再烘香内发酵,面团发酵至两倍大,将面团称量好,然后,平均3等分,3等分面团,盖上保鲜膜,醒面15分钟,取出一个面团,做成成成形,从中间往两边擀面,从一端旋起来成长条, 然后,再醒面10分钟,取出一条,再从中间往两段擀面,擀成细长条,宽度和吐司盒宽度相当,从一端开始圈起来,放入吐司盒一端,三个同样的都放入吐司盒内,37度,85%的湿度,发酵至吐司盒9分钟,盖上吐司盒盖子,350F,烤35分钟,烤好后, 取出吐司盒,倒扣冷却,除吊盖子,放在案板上面,冷却,从中间掰开,真的可以拉出瓷来,切片就可以了,烹饪技巧,活面的过程中,不要轻易的加水,干开始可能会有吊干,但是过几分钟就会好的,二次芭蕉的时候,在烘箱内放一碗开水,就可以保证湿度的, 也可以在吐司盒上面盖一干净的湿布,根据自己的烘箱,来具体掌握烤的温度和时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,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谢谢大家